那不過在這幾天裡面 我看一看 我們的所有的行程裡面 本來這個第二天 我們要到廉仓那個地方 有包一個 簡單的一個 這個餐食 可是老闆想說 這樣 可能大家 這個 可能要洗 可能沒有好好讓他灌 還要集合回來說吃飯 這樣太麻煩了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餐廢 就把它稍微 減掉 因為剛剛有買了一些握壽司 我們就把它 因為去廉仓那個地方 本來我們是設定一段的那種火車 可是老闆說 我們要慢慢的一站一站 就是用那種 那種無數次的那種 可以一直使用 所以我們就買那種票 所以那個票 再把它加上去 就會後東後期 可能還會推一些錢給各位 所以你們 就自己怎樣 自己好好的在外面自己吃 所以基本上 從今天鋪魚開始 大概都是怎樣 都是自理餐 好不好 不過麻煩各位 你去自理餐的時候 日本的東西什麼樣都貴 尤其在吃什麼 吃那個 有的比較厲害吃飯的那種 牛很厲害吃的嗎 你一檔要吃幾碗嗎 兩三碗 這個大堆 你一檔要吃幾碗嗎 八碗 八碗 這次要收到你了 你一定要去找無限吃到飽的 因為日本 我們台灣吃一個白飯 你去吃 老闆 五九 還給我一碗 那碗要多少 十塊吧 對不對 那個老闆又對你不錯 還給你撩肉 大堂 想跟各位講 你想要比較會吃的 你想要說老闆 再給我一碗 那一碗是這樣 兩百塊 所以早餐有提供飯 你如果吃一碗 你就賺兩碗 可以吃兩碗 你就賺四碗 你看我看你 早餐吃得多了 不然你如果很好吃 出去玩 這個中餐可能會浪費很多錢 不過這起開玩笑了 出來就怎樣 你就是要來花錢的 所以麻煩各位 你自己喜歡吃什麼 你自己去決定 這樣就好了 那你當然有的人已經找好很多資料 我要去吃烤肉 我要去吃哪一家拉麵 那當然自己有自己挑選的東西 你自己才去選擇